各位,在今次烏克蘭危機之中 我們看到有大批難民在烏克蘭逃亡去波蘭 在這個逃亡事件中,有兩樣特別的事 第一,大部份的難民都是婦女,帶了兒童 因為烏克蘭規定男性公民不准離境 要他們留下來對抗 第二,這裡有一個消息來自非洲聯盟 他說,非洲人想離開烏克蘭在邊境上 受到非常多阻撓 我給大家看看這個內文 內文是由非洲聯盟和今天的主席 他是Republic of San Diego的總統 另外就是聯盟的Commission 兩個日共同發出 他發現到現在很多非洲市民 在烏克蘭的畢竟裡 但是被不准 不准 那個right to cross the border safely 安全地過這個邊界 他就說,根據國際的 條約 所有人在戰事發生的時候 都有權逃離戰爭現場 但現在呢 應該不理會他們的國籍或者種族 但現在呢 他就在這裡提出一個抗議 就是說呢 現在那些在邊境裡面的人 那些人 將那些非洲的人 單獨隔離開來 而用一個不同的待遇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次的事件中 發現出另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那些歐洲國家 這次在波蘭和周圍的國家 有一個非常不同的標準 記得當時中東發生很多戰爭的時候 有很多大量難民 是逃到歐洲那邊的 但難民所受的待遇 和這次在烏克蘭的難民所受的待遇 可以說是有天淵之別 我們已經有些畫面見到 當然非常感人 烏克蘭的難民去到其他國家之後 其他國家提供非常多物資的協助 有熱湯飲 有皮鋪 有沙馬之類 但我們想想回 以前在中東發生戰亂的時候 那些難民逃出的事 其他國家只把他們 塞在一個所謂的難病院裡面 沒有什麼照顧 這可以說是非常大約分別 沒錯 先 gardens 我們來看看 谢谢大家